而在台北市的東區商圈也出現了竊賊 就有一間在地經營超過了三十年的服飾店 遭到了小偷公固 光是損失就破了上萬元 這老霸市期的報警 並將監視器影像交給警方來作證 事後警方通知嫌犯道案 說明他才肯將物品全部歸還 又賠償了一筆錢來和解 得不償實 早上九點多 一名黑衣男頭戴安全帽 蹲在地上東看看西看看 確認店裡沒人 他就站了起來 不停東挑西選自己喜歡的商品 他先仔細打量黑色包包 確認裡頭容量夠大 就把放在裡面的塑膠袋給拿出來 接著把一件灰色帽T放進背包 二話不說轉頭就走 短短五分鐘內得手三萬元的商品 黑衣男子行滿一組走到機車旁邊打開座墊 把偷來的所有物品全部放進車廂 賣場他們有的也是會排外面特價的東西 那問題是你不能說沒有人看到你就拿 抓到每次都來想說對不起啊 但誇張的是他偷來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車廂還一度仿不下 嫌犯只好打開車輛後方的植物箱 才終於把所有物品藏了起來 接著油門一吹 汽車離開 光天化日之下損失 百萬元的財務老闆痛批實在太誇張 立刻報警處理 但就怕小偷再次上門光顧 自己又加裝了 把肢堅實氣仍舊仿不勝防 東區商圈店家林立 許多民眾都會登門 採購自己喜歡的潮流單品 不過也有竊賊嘲笑出現下手刑竊 這起事件發生在台北市東區商圈 一名六十多歲的翁姓男子 當天手持武器鎖定無人店面 上前破壞房道束帶下手刑竊 把帽T和包包全部拿走 總價值高達一萬五千多元 其方巡線將人通知到案 他才歸還物品 最終以一萬七千五百元和解 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沒想到拖竊行為全被監視器掌握 還差一點就被以竊到罪起訴 一時想佔便宜反而損失更大 記者王軍姚家庭台北報導